轉看,SASA去年業績由營轉規 期內港澳銅店銷售跌3.3% 公司亦更新截至6月中的數據 本港營業額跌近7成 同時關閉了超過18間店舖 公司說預計今年仍要關閉更多的店舖 由馬文偉報導 受疫情和社會事件影響 SASA去年減少18間店舖 截至6月中,關閉本港分店達12間 當中大部份位於尖沙咀、銅鑼灣和旺角 SASA相信今年仍要再關更多的店舖 今年內我們估計都不會少過10間店舖 會關閉的 遊客的小情形 我相信年期內都不會有一個很快的復甦 遊客租金的減幅 我自己覺得60%以上都最少 銷售都有一些異性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盤住本地方面的顧客 當然希望見到底 如果這個時候都見不到底 如果還來多一次 我想大家都更加難捱了 全年虧5億1千萬 SASA營業額跌近3成 單計今年4至6月 營業額按年就跌近7成 不派末期息 港澳銅店銷售跌3成3 整體交易中數下降2成6 港澳地區業務由營轉規 虧4億1千萬 內地業務虧損擴大至2430萬 公司說有申請政府的補就業計劃 目前正在審批當中 有線電視記者馬文偉報導